现在不想在学校了 毕业了出去工作 拿到工资 要记得省着点用啊 我知道了 我肯定不会再问家里伸手的 等你工作个两三年 手里攒够几万块钱的时候 我和你妈就给你添点钱 凑个房子首付 放心吧 凭我的工作能力 不出三月 一定升职加薪 一年之内月入过万 三五年后肯定够全款买房了 但愿如此吧 不过在外面还是对自己 稍微好一点 别太为难自己 饭要吃饱 医药穿暖 知道了吗 你放心 就算遏制女朋友 也不会遏制自己的 昨天刚发的工资 晚上喝酒唱歌吃大餐 就花掉了一大半了 剩下的日子还怎么过啊 交友是要有成本的嘛 花点钱很正常的 我妈让我每月多存点钱呢 找这个情况 月底又送不了她广场五音箱了 怕什么嘛 我爸说了 在外面要先对自己好一点 你可以多申请几张信用卡 大不了下个月节约一点 对自己不要吝啬 对我这个朋友要大方一点 好不好 可是我入不敷出啊 到时候连相亲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你就是想的太多了 相亲可以AA嘛 再说我们的工资还会涨 刚开始工作 要对自己狠一点 走 我带你吃大餐去 你请客我就去 这个月的信用卡是换不上 追债的快要了 我要回家 你放心 北京那么独 追债的没那么快的 但是你爸要来了 工作五年 一毛钱都没攒下来 隔三差五的还得问家里要 他会打财你的 我也不想这样的 一些城市物价高 你又不是不知道 点个外卖配送费都得十几块 怎么想起来 是我的错吗 外卖你就不能点个近点的吗 非得点那些超出配送范围的点 你对自己不要太好啊 再说你现在的工资不是也涨了吗 自从有人信用卡 工资就是一串数字 不敢涨的根本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 工资涨了 生活质量不也得涨吗 球鞋要没锅的 马桶要日式的 衣服不是最新款 都不好意思穿出去 与其说钱少 不如说是冤枉太小 少为有点钱 想买的东西刚刚好 房产就旅游 三步路打车 一年又一年 年年都没钱 你就不能找个女朋友关我账吗 找女朋友不用花钱吧 更多搞笑视频 搜索虚度花 每周更新